你是共产党的卧底 代号 启明星 我在编完执行任务的时候 有过四个名字 五套身份 连我自己都记不清楚 潘府处长可以把他找来 跟我对质 对质 对质 你明明知道他已经死了 就在昨天晚上被你杀了 你还让他来对质 死了 太可惜了 也许他根本就没死 刚才的话 只是潘府处长的一面之词 潘府处长如果有证据 恐怕早就开枪了吧 证据 刚才那些话是李国胜临死前亲口对我说的 我就是证据 潘九阳行事 宁可杀错 绝不放过 如果你不交代 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数到三 如果你不说 我立刻抠动扳机 一 一 二 三 完 老孟 这弹架是空的 根本就没子弹 我跟你开玩笑的 这个玩笑并不可笑 吓坏了吧 有点幽默感嘛 走走走 喝杯酒 喝杯酒给你压惊 走啊 去找宫里喝酒 走走走走 来 蒙科长 刚才吓坏了吧 不好意思啊 喝喝酒给你压压惊 功力 我说你们以后啊 得够朋友 别老是自己喝酒 带上我 昨天晚上又喝了吧 在哪儿喝的 我们怕打扰潘副处长工作 昨天是在韩忠卫那儿喝的 在楼下宿舍吧 不是 你们俩昨天晚上 不是在一起喝酒的吗 韩国处长不是外人 实话实说没关系 韩忠卫在外面有一套房子 是我们处长私人送给他的 昨天我们去暖居 大家在一起喝了一桶 瞧瞧 人家多敞亮 还跟我耍滑枪 我是怕你嘴巴不言 去告诉督察室的人 那处房子是我们处长送给小夕的 青春损失费 这种事我懂 放心 我会保密的 潘副处长口风最紧的 是吧 这酒怎么 宫里啊 有冰块没有 还真有 等着 老蒙啊 有的时候我也是责任在身 没有办法 其实在心里 我是希望和你成为兄弟的 最起码是朋友 可我一向把你当成我的长官 来 那你们俩慢慢吃 我出去一下 好酒 不是 我有点不太舒服 是吧 刚才差点穿帮 我们同意不了段天龙和韩晓溪的嘴 潘九阳又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还好你反应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以后这酒是真的不能再喝了 喝得脑子都糊涂 迟早出事 那你别喝了 我得敬你一杯 叛徒除掉了 你知道能救多少人吗 你高兴吗 我是向你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我不要敬意 我要你的爱 别开玩笑了 刚才在楼下的时候 潘九阳用叛徒来试探我 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 这么大的东西怎么会看不见 对不起 副处长 我们 我们没有检查下水管道 没有检查 干什么事的 凶手会把证据放在桌上让你们查吗 是 是 是 属下失职 算了 韩晓溪有一处新的房产去查清楚 是 潘副处长 经过我们的化验分析 锁心里的痕迹是氧化铁 也就是俗称的铁锈 锈都生到锁心里了 是的 行生这些锈需要多少时间 铁在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 一百五天左右的时间 就会形成明显的铁锈 其实一小时也会生锈 只是刚开始肉眼看不见而已 除掉这个李国盛 对确保我们地下党组织安全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啊 不费一枪一弹 一兵一卒 沿岸方面对你们的工作非常赞扬 周部长亲自给你们办发了假奖令 他还说你就是重庆的钱壮飞啊 并不是我的功劳 计划是功力想出来的 这功力也是你的功劳啊 我把他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 周部长亲自批示了四个字 化底为我 我明白上级的意思 可他 他脑袋里天天想一些荒唐的念头 这我看得出来啊 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他这是爱上你了 小高尔同志 我都认为这是个好事啊 你想想 康晶晶同志毕竟已经牺牲了 就算他在天有灵 我想 他也一定会在天堂里 问你祝福的 干我们这一行的 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绝不能让感情左右自己的行动和思想 来重庆之前 周部长告诉我 战胜恐惧的最高境界 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 而死人 是没有资格谈情说爱的 好 这是你个人的问题 组织上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但是小高尔同志啊 功力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所以组织希望 你能发展得入大 我会努力的 好 特时特败 只要他同意 你可以做他的介绍人 另外你可以告诉他 我们党组织 随时欢迎他来参加呀 进来 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潘九队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请你把军服脱下来 怎么 潘副处长连我都要查吗 我可是和孟科长在一起的 我知道 孟科长也得查 可我没接到命令啊 你可以马上打电话给代局长 我帮你拨 不必了 谢谢 动作快点 别让刘处长着凉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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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то没有abo no ho 走 走 老实点 走 走 你 都出去 端善尉 坐 班 班副处长 您这是啥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我不清楚 我好像没干什么 潘九阳这次看走了眼 你表面上肥头大耳 傻里傻气的 没想到心思缜密啊 佩服 端天龙 卫生间的密室 做得不错 密室 啥密室 装糊涂啊 潘副处长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说什么 我 这是什么 这 锁呀 这是一把生锈的锁 这里头都是锈 你仔细看看都是锈 这是你的杰作 什么嘛 你很聪明啊 你很聪明嘛 知道利用兵 用兵把锁头顶住 等到兵融化成水以后呢 锁头的阻力自然就消失了 那个时候 锁头外移 进入缺口 门就锁上了 形成密室 高明啊 真的是聪明啊 但是可惜 你虽然能利用兵 但是没有办法阻止兵变成水 更加没有办法阻止 铁玉到水会生锈 办法处长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都听不明白你在讲什么 你没血口喷人啊 这不是我干的 这根本不是我干的 这当然不是你干的 就你这智商 能做得出这种事吗 打死我都不信 我 但是没办法 我找到证据了 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你是凶手 不由的我不信 仔细看看 衣服是你的吗 是我的 真的是你的 是啊 那好 这儿应该有一粒扣子 我想请问你 哪儿去了 这这就不可能是别人的扣子 不可能 我跟你解释一下 首先 我检查过所有人的衣服 他们都没有掉扣子 第二 我们的扣子是制式扣子 在外头根本就买不到 我问过后勤组的人 从赵南死前的三个月 一直到现在 没有人问过他们要扣子 第三 卫生间出事以后 就被我们封锁起来了 不可能有人进去 可我有劲啊 第四 请你仔细看看 这是一颗未官的扣子 在整栋宿舍楼里头 只有两个人有这样的扣子 韩小夕和你 请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韩中卫的扣子没有掉 而你的偏偏掉了 放你个狗屁 这么一个放扣子 算个鸟证据 别激动 再好好想想 不用想 赵南傻时候死的 我哪来的兵吗 宫里的房间里就有冰箱 这所有人都知道 那你找他就好了 你找我干嘛 宫里出门经常不锁门 就算锁了 你虽然无能 但是对付把锁 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上屁 你 你根本在陷害老子 就凭这个能断定是我吗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找不到人 你找不到人 你拿我顶尊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舅舅是谁吗 你要不把我弄死 你如果不把我弄死 我再弄死你 你这什么态呢 换个地方再跟他聊 你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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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我冤枉 上 拿上 你自己的意思是吧 刘处长 举座正在开会 我疼 今天早晨一来 就听外面的人在议论 说天龙 昨天被行动处的人格抓走了 行动处昨天说要换装 晚上把军装给收走了 今天早上又还了回来 宫姐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谁知道啊 不知道 行动处这帮人 都是杀人不眨眼的 天龙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处长一早就去本部了 我想 不会有什么大事 举座 这绝对是公报私仇 上次赵南倒卖军火的时候 是我在您面前参了行动处一本 因此他们怀恨在心 处处与我为难 赵南明明是为罪自杀 可他们非要把这个黑锅 扣在我头上 让我难做 还抓了我的人 举座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刚刚掌握声音电台的时候 我就在特务电讯处效劳 33年我发明了小型手发机 是您亲自待我面前尾坐 福建时间中 是我截获了十九路军的密码 向党国提供了绝佳的战略方案 镇压反叛 好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是是 可是 行动处太过分了 我这样衷心为党国效劳 他们竟然怀疑我 抱养女下属 也是为党国效劳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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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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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一遍你听清楚了喝完酒以后宫里还有孟昭阳去做什么了 我睡着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说出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可能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 你在包庇他们 说出来我就放了你 我什么都不知道 说 说 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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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反对 我什么都不知道 重庆又遭了水灾 总部今年要迁回南京 我这么多的事情 你说你们这点事情 明远明白 不会再让举座操心了 好 好 赵南死的那个晚上 你说你一直在宿舍 谁给你作证 别人都说你姓潘的是军统之鹰 我看你就是只土鸡 好啊 整我 我断天龙把话撂着 你要么赶紧整死我 你要是整不死我 我出去弄死你 那你军装上那粒扣子 你怎么解释 一颗破扣子 算个王八犊子 天龙出院里不下五十个卫官 谁不能掉颗扣子 再说 不住宿舍的卫官 就不能杀人了 他们杀了人 他们可以杀了人以后 转身就走 神不治鬼不绝的 对吗 你懂 我当然懂了 行潘的 我杀了你牢牢 你拿我当提死鬼啊 行潘的 我做鬼也不会发过你 做鬼也不会发过你 行潘的潘九阳 你给我回来 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一流的人才 可以把一个三流的项目 做成二流 或者更好 而一个三流的人才 可以把一个一流的项目 做得还不如三流 李国盛死在你手里 你告诉我 你是几流人才 卑职无能 只是个 无用的庸才而已 不 在我眼里 你是一流人才 这段时间你表现不错 居座 您过奖了 延安那边 抓了我们不少的人 是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派过去的特工 纷纷被捕 砍乱马 性命相搏 流血牺牲在所难免 但情报泄漏 就变改了 明白 军筒里边有延安的人 找出来 是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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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你是想问段天龙的事吧 我只是有些不明白 你不需要明白 反正他们都是你的敌人 赵楠是我杀的 他们现在 怎么怀疑到段天龙呢 这点你不用担心啊 有刘敏远替你作证 这是最可靠的不在场证据 你施了什么魔法 倒不是魔法 但是所有被设计的秘密 都像密码一样 会有破绽 是指你设计的 赵楠自杀现场 潘九阳曾经是 普林斯顿大学 高级物理实验 最优秀的学生 所以 在设计现场的时候 就要想到 以他的能力 迟早他会判断出 现场的真相 他是一个内心 非常强硬的人 从来不会轻易投降和放弃 这样一个内心强硬的人 如果你要是把他的退路 全部都给堵死了 只会激起他的愤怒 甚至咆哮 甚至激发出他的潜能 人的潜能是很可怕的 所以要设计一个密室 让他留有希望 就像一组很复杂的密码 你要设计一组 反复使用数字代码 迷惑他的判断 引他走上另一条路 另一条路 就是段天龙 段天龙 倒算不上是一条路 只能算是替死鬼 你的替死鬼 段天龙这个人 我还算比较了解 本质并不坏 抗日的时候也曾出过力 如果能重新选择信仰 为人民服务 倒也是一件好事 他又不是我 他又不爱你 又说这些荒唐话 找一个无辜的人 让他来替我顶罪 怎么说也是一条生命啊 你呀 你就是吃了便宜又卖乖 跟你一笔搞得我像一个歹毒妇人 罪毒妇人心 对敌人 是你应该残忍一些 我以前 太软弱了 可是我的残忍 是被你给逼的 潘副处 段天龙出事了 我烦看 是你 你 在 英雄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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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